在日本歐美逐漸掀起話題 寶健明日之星天堂國 它的色澤鮮豔 外表裝滿細刺 有豐富的茄紅素 類胡蘿蔔素 這些營養成分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估計 二零二五年老年人口 將佔總人口比例的百分之二十 因此延緩衰老 跟再生醫學成為各界高度 關注的話題 醫學界產業界齊聚一談 為的就是延緩衰老 與再生醫學進行深度廣泛討論 人口老化問題吸引各界投入 抗衰老延緩衰老研究行列 其中掀起關注的 就是這種鮮紅色水果 顏色鮮豔 橙圓形的外表長滿細緻 它是來自天堂的果實天堂果 又稱為目憋果刺苦瓜 茄紅素有很多的功能 尤其對攝護腺的保護 有很奇特的功能 很多的國內外的paper 它對於延緩衰老 抗氧化也很有功效 天堂果營養豐富 茄紅素含量是番茄的七十倍 類胡蘿蔔素是胡蘿蔔的十五倍 還有不飽和脂肪酸 透過萃取分量的技術 一百五十公斤的天堂果 只能萃取出一公斤的甲種皮油 可以說相當珍貴 從農場到生醫中心一條龍作業嚴格把關 讓天堂果成了醫學保健界炙手可熱的話題 記者綜合報導 我們下一次在馬上 當時在馬上 都在馬上 在馬上 兩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